日前过系国小举办95周年校庆进运动大会 并联合统头国小、瑞竹国小、鲤鱼国小、中和国小、秀林国小以及瑞竹国中 共同举行七校清水系盘联合校庆 场面非常热闹 而这一次运动会为过系九五幸福教育 作为运动会的主轴 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多邀请临近的学校一同举办联合运动会 希望借由扩大联合校庆运动会的办理 增进校际交流,让整个校庆活动更加丰富多元 今天是我们第三点清水系盘七校的联合运动会 主要的一个场地是在我们的过系国小 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 过系国小今年可以承办今天的运动会 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琐事 都是所有的老师跟校长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一来克服 所以今天家长也来得非常多 那看到我们七校的进场的一个表演 可以看出说我们虽然是一个偏向的学校 孩子不多 但是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这些特色 孩子都卯足了进 我觉得说这种精神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钦佩 那稍后在这里欢迎我们这些社会 这次运动会中看见许多学校展现创意出场 呈现平时特色教学成果 各校在运动员创意进场 借用心准备各项表演 展现各校特色 软场时也邀请福田社区协会的农村舞表演 以及草囤国中柔道角力社 及庄立娟老师的舞蹈群 带动了整场气氛 运动会可以希望学生小朋友 以的脑力锻炼身体健康 在过去国小已经满入95周年了 陪出很多的学生在社会上每个角落 希望今天运动会能够圆满成功 过去国小借由七校联合运动会中 让各校的学生有表演的舞台 以让家长们看到校方的教学成果 议长和尚锋肯定各间学校的用心 并期盼校方能重视教学同时 持续做好与邻近校方的良好互动关系 民意新闻装明线 竹山参谋岛